而等西方杂神也敢如我东方妖王 安老孙今天就让你们感受一下 什么是施托陵八百里残像 就在刚刚东方七大妖王 七具女武神的竞技场上 而七天大圣竟彻底激活 妖王也行 当年七兄弟大战十万天兵天将的场景 再现人间 而同一时间这场上除七天大圣以外 其余妖王全部顿于黑雾之中 而就在西方众神不解之时 这黑雾中一双双血红的双眼慢慢睁开 堕落天使路西法依然察觉 这场杀戮盛宴已经正式开始 而就在这时 双眼血红的七天大圣率先发难 他竟再使身外身将佛法与道法完全剥离 他带着一身的妖气 直接扑在了魔王别西普的身上 还不等对方反应 那尖锐的獠牙狠狠的摇在对方的后颈处 别西普痛苦的嘶吼声 响彻竟机场 而就在这时 一旁的大魔王贝利尔 发现别西普根本无法摆脱之时 竟打算前来救援 可下一秒他却悲剧了 只见七天大圣突然回头 双腿一蹬竟直射他的方向 这可怜的贝利尔万万没想到 只在这瞬息间 该被救援的却已经是自己 而就在他发懵的一瞬间 七天大圣竟在他的身上 猛砸了数十棍 而每一次的击打声 也都在撼动着西方众神的心 不消片刻 这地上也只剩下一滩模糊的残骸 和一对散落的翅膀 这骇人的一幕 竟吓得爱神花容失色 而同一时间 其他妖王也打得如火如荼 这附海大圣与混天大圣 制霸空中 这漫天的杀气 将七大魔王全部笼罩 眼见着场上 已经出现了一边倒的局面 这七宗队的各路魔王 焦急万分 而这个时候 魔王李维坛一跃而起 飞入空中 他将自己的本体释放了出来 想借此扭转局面 而随着他的一声嘶吼 一个庞然大物出现在了上空 那深邃的恐惧感 力压起妖王 可谓是恐怖之急 而当他在空中 横冲直撞的时候 这焦魔王与大鹏鹏 均不是一和之敌 而就在此时 老大哥牛魔王 他站了出来 只见他身穿 锦绣黄金甲 腰间竖着一条 三股尸蛮带 在场上一站 威风淋淋 只见他将手中的混铁棍 插入底面 这双眼血红了他 大吼一声 一个巨大的白色狂牛虚影 显现了出来 而下一秒 这白色巨牛突然张开 血喷大口 竟直接将李维坛 吞入了腹中 这来自东方的大妖竟恐怖入丝 此时 这竞技场上局势混乱 堕落天使 路西法从始至终都未曾出手 他似乎在酝酿着什么 果不其然 这下一秒 他竟做出了惊人之举 他竟强行吞噬了身边 所有的魔王 这一时间 他冥界之力 暴涨 这七罪合一 即使是上帝 他也丝毫不拒 绿色的纹路 布满了他的全身 而冥界之火 也是愈演愈烈 而说话间 一个巨大的毁灭火球 出现在了他的手上 而当他释放之时 这毁灭之力 涵盖整个竞技场 这几大妖王 无一例外 全部都被震飞 而被堕落标记 虚弱的齐天大圣 更是被拍进了大坑之中 一时间再无反应 场上的观众 无比安静 他们全都产生了窒息感 而路西法飞到空中 手持战刃 对准了大圣的心脏 他轻声说道 或许你很强 但这一次 你花下人的命运 你护不了 话音一落 场上突然想起了 一阵心跳声 不错 就在这最后的时刻 齐天大圣 石心变活心 地狱之火 孙悟空再度归来 感谢大家看到最后 我是阿末 一个被你们逼成了 作者的动漫解说家